由于未能从国会得到57亿美元在美墨边境建墙的经费 川普总统在白宫签署文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川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可以绕过国会 调度不同部会的资金来支应美墨边境建墙的开销 白宫官员透露川普用这种方法筹款总额可达80亿美元 大大超过国会核准的14亿美元 但国会的民主党人已经放话要上法庭告川普违宪 不过即使被告 川普对最终在美国最高法院获胜充满信心 川普勉强接受国会两党就预算谈判达成了妥协 避免了政府再度停摆 但为了坚强经费宣布全国紧急状态 却会引发没完没了的法律挑战 记者三国华 华盛顿报道